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 既拿文凭又拿身份 既拿文凭又拿身份 加拿大曼省留学转移民的项目 它适合哪些申请人呢 适合哪些申请人呢 我们一起共同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一起来了解一下 说到留学转移民 大家 第一个想到的是在加拿大读书 然后移民 在当今美加澳新等主流移民留学国家里 加拿大可谓是移民留学门槛最低的国家 早在2017年的11月 加拿大联邦政府发布的百万 百万移民计划 可是不可否认的是 随着国人财力的提升 留学和移民的实际人数 以非常高的增长率在上升 虽然加拿大移民配额也在逐连上调 但是其上调速度 远远比不上中国印度申请人的增长速度 我们加拿美出国一直在强调一个概念 在大量的申请人当中 加拿大更看重的是在加拿大有留学经验的国际留学生 在加拿大有工作经验的申请人 或者是有job offer的申请人 相比美国日益收紧的移民政策 以及澳洲动辄亚斯4个7 甚至4个8的高分才行 加拿大技术移民最低亚斯 要求G类 G类是4个6 因为名额特别多 特别是留学生 毕业以后最常可以拿到三年的毕业工签 在大多数的省份 找到合适的工作 且工作满一年 即可开始申请移民 加拿大是由10个省和3个地区组成 比较有名的 大家众所周知的 是BC省 安省和魁北克省 魁省 这些省份都有自己的移民政策 对于想要移民加拿大的人 深入了解 加拿大各个项目以后就会发现 加拿大的各种移民多达80多种 选择太多了 想去加拿大 其实条条大路通罗马 按照自身的情况 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移民项目 对于技术移民达不到要求 又不想一次性投入太多资金 做雇主担保类的客户 那么可以考虑 先拿一个加拿大的文凭 在拿文凭的过程中 我们不断提高语言 快速融入的留学转移民的项目 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 加拿大留学转移民政策最友好的 曼省留学转移民项目 加拿大曼省给大家介绍一下 全称是叫曼利托巴省 它位于加拿大的中南部 是加拿大的中原草原三省之一 有百万平川一词来形容 毫不夸张 但是曼省也同时拥有发达的水系 大大小小的湖泊很多 一条弯弯曲曲的红河 贯穿曼尼首府 曼省的首府是温尼泊 曼省的人口只有100多万 其中70多万在温尼泊 随着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 曼省需要大量的技术 技术工人 商人和各种行业的专家 1998年 曼省率先实施的省移民 省提名的移民政策 是全加拿大第一个实行 省提名移民政策的省份 时至今日 曼省仍然拥有全加拿大最好的留学生移民政策 在曼省公立大专院校完成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课程 毕业以后找到工作即可以申请移民 每年大约有15000名新移民来到曼省 据调查 85%的曼省省提名申请人 在登陌了三个月以后找到了工作 76%的人在五年内买房 95%的人永久定居在曼省 曼省留学就业移民项目 隶属于加拿大曼省省提名的移民计划 每年超过七成的曼省省提名申请人 通过留学移民的方式获得曼省的省提名 整体来讲曼省留学移民有两大类别 一是曼省国际留学毕业生类别 和曼省境类技术工人类别 留学生的类别有三个途径 分别是职业就业类 硕博留学生实习类 留学生企业家类 其中他们三个类别 留学类别 留学类别的三个小类别 他的一个共同特点是 雅思必须要在四个六 这是读书的一个前提 拿到雅思四个六以后 你再选择你是读大专 还是塑博联读 还是读这种全日制的 叫留学生企业家类 他都要求 他都要求是雅思要在四个六 这是他的一个读书的一个门槛 2018年曼省教育和培训部的部长 凯尔文 凯尔特森 宣布该省为省提名计划 MPNAP下的国际留学生 推出两条全新的移民途径 国际学生企业家途径 和研究生实习途径 新政下 曼省在学生在曼省完成一年的课程 一年的一年的课程 找到与专业相关的 且在紧缺职业列表类的工作 拉走拉走 且雅思达到纪类四个六 则无需工作六个月 毕业以后即可直接申请移民 曼省塑博留学生实习类 为曼省的塑士和留学生 提供了更快速的一个移民通道 这些塑博留学生通过实习 促进曼省产业创新 在曼省完成MIT-X 支持的加速或提升实习的 塑博留学生毕业生 毕业后即可申请曼省省提名 无需工作offer 留学生企业家类别 Student Entrepreneur Pathway 年龄限制在21到35岁 所有地方都需要年轻的 所以我们40岁以上的申请人 时间一定要抓紧了 其他类别不限制年龄 但要求申请人申请留学生类别的 需要在毕业三年内提出 也就是说即便是50岁 50岁毕业也是可以申请 曼省的留学移民的 因此留学移民一般不对年龄 做限制 只要学校给offer移民局 给留学生签证 并且能顺利毕业 那么年龄再大 也没有也可以申请 曼省境内技术工人内别 叫SWM简称 对于非硕博或毕业生创业移民 一般的要求是 最少要读一年的课程以后 工作半年 工作半年 如果你是紧缺职业 就工作半年 你是非紧缺职业 就工作一年以后 就可以递交移民申请 雅思5分 雅思要5分以上 加拿大曼省留学移民的优势 首先在工签上面 所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学生 在毕业以后都可以获得 与就读时间相等的工作签证 最长为三年 对单纯为移民而读书的 一般我们建议是读一年到两年的课程 因为你读两年课程 就可以获得一个三年的工签 读博士需要的时间更多 所以我们通常 如果你是为移民而选择 我们建议读一个两年的课程 通常读一个大专 或者是本科 其实就可以或者是研究生就可以了 博士因为他要求难度会高一些 子女的免可以享受免费教育 留学生持有加拿大留学签证 并在加拿大的大学 大学或者是学院 进行全日制的学位课程学习 那么子女可以在当地的公立教育局 享受免费的公立教育 免费时长和留学生的时签 学签的时长是一样的 配偶可以获得开放式的工签 可以在曼省自己找工作 也可以去读书 同时可以夫妻档的方式来移民 谁的读书快 谁毕业快 谁快早到工作 就可以一起来办移民 看谁快就用谁的身份来办你 留学移民的其他优势 还包括可以快速登录 尽快融入 可以来一个加拿大的学历 可以提升语言等等 我们推荐的课程 通常比如说像 曼省的红河学院 常见的留学转移民的专业 有应用会计 一年一年的认证 工商管理两年的学位 幼儿教育两年的学位 商业信息技术两年半的学位 网络技术一年的认证 喷刃技术一年的认证 基本上就是一年到两年的 这样一些专业课 或者大专的文凭课程 曼省的MITT 这个学院是加拿大社区学院 它位于温尼博 提供的是综合性 全方位的教学课程 主要是以卫生保健 公共服务 信息商业技术 这些方面为主 曼省还有叫ATC学院 也是在温尼博 它主要的热门专业 有行政助理 汽车技术 烘焙和蛋糕艺术 吸厨 又叫 电子商务 新媒体设计等等 曼省是一个人口 人力缺口很大的地区 只要这点不变 曼省的移民政策 就会一直很宽松 曼省留学移民项目 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加拿美的 优势项目 曼省留学移民 凭借着宽松的申请条件 优质的教育资源 高性价比的物价房价 及成熟的华人社区 吸引和帮助了一大批 新移民来自读书 工作移民安家 如果您对这个项目感兴趣 可以联系我们加拿美 进行免费评估 当然 这个项目 具体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我们刚刚讲过了 适合于 你想要去拿一个加拿大的文凭 希望快速登陆到加拿大 不管公签有没有 不管移民 这个有没有 我就想快速登陆加拿大 那么留学转移民 这个通道里面 曼省的留学转移民 是一个性价比最高的项目 当然 它要读政课 读政课的标准 是你的雅思要到六分 这对很多申请人来讲 是有一定难度的 特别是40岁以上的申请人 难度就更高了 那么怎么办 我们可以在当地去学习语言课程 也就是这个没有办法 只有斯肯 没有别的办法 让我们的 让我们的这个雅思 能够能够达到学校入学的标准 这样才可以学政课 所以其实这个项目最大的一个障碍 留学转移民最大的一个障碍是 雅思能不能够考到六分 如果能考到六分 毕业以后不用雇主 我们就可以直接申请移民 所以雅思有六分 又想尽快到加拿大 并且能获得一个加拿大的学校的文凭 那么我们建议 曼省留学转移民 读个书 读一个书 加上一个offer 就可以递交移民的申请了 所以这个项目还是要快 因为毕竟整体比下来 留学转移民 曼省的这个项目 它的入学门槛高 但是它的移民政策门槛低 好的 欢迎大家的收听 有更多的资讯 欢迎联系我们加勒美出国 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火锅视频 还有YouTube账号 今日头条 我们公司的公众号 加勒美出国 加拿大的家 快乐的乐 美丽的美 我是加勒美出国的老家 梅子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